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扶持 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 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 做出了妥善安排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中国中央政府已向台湾地区通报疫情约400次 过去一年批准台湾地区卫生专家 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44批47人次 台湾地区设有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 能够及时获取和通报突发卫生事件信息 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我们再次奉劝民进党当局 以意谋独 绝无出路 中方也敦促个别国家 停止将卫生问题政治化 停止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注定以失败告终 最后一期一对 Damon 第三阶段 排杀